反正每天玩四个小时以上要玩 最低下注人民币一千五百块钱以上 这样的客人的话 他输赢我们不管了 然后我们给他们提供 晚饭的飞机票和住酒店 然后观光我们免费的给他们安排 免费是南韩赌场拉拢赌客的最大噱头 不止时速 旅游 机票都包 甚至提供VIP贵宾免费色情服务 协议书上就清清楚楚写 换筹码就赠送三线明星名模服务 如果额满五十万 更三天两夜二十四小时做陪 以此利诱果然吸引许多谈吐好康的肥羊 其中大陆赌客最多 就机票免费 去做呢 玩呢 都是免费的 但这一切很可能是骗局一场 一些不肖赌场会偷偷在机器上搞鬼 或串通发牌员坑杀大陆赌客 换句话说所谓的免费服务 其实就是有赌客的赌资买单 陆客在这里逢赌必输 甚至有人去一趟季州岛 玩到倾家荡产 惊动大陆当局 调查后更发现 南韩赌场会派干部到大陆拉客 而且就像老鼠会一样 用高抽成的方式利用赌客 在介绍客人 不肖赌场业者难抓 下注钱可得三思 别傻傻上的当 记者综合报道